只要你的心清靜 只要你的行为善良 你就跟佛菩萨一样 确确实实金刚不坏身 你自己本来有 那是你自己真正的你自己的身体 所以你要知道自爱 你能够自爱你才能够爱人 你才能够爱护一切众生 你自己都不自爱你怎么能爱人 你怎么能帮助一切众生 那么我在余慧给他们大家谈这些话 他们是从来是闻所未闻 从来没听说过我这样谈话 那么在日本很方便 东京江本胜 他这个实验所就在那里 你不相信到那去看 确确实实实验出来 我这次去鼓励他 希望他把这个研究的范围扩大 他现在实验谁 知道谁有见闻觉知 懂得人的意思 我告诉他 你一杀 十块通通都有 你去做实验 肯定能够实验出来 但是你们今天实验出来的时候 你只能看到他的色 他本身具足是色身香味 他的音声你还没有发现 他的香 他的味你还没有发现 色身香味都从自己心里的变 心清净 那个香味美好的基础 你心里头有妄想 有杂念 你香味就变了 现在的科学技术是 只发现色 色相 在纤维镜上 大概是他告诉我 两百五十倍的纤维镜下 能看见 看见他的色相 接着我说 还有香 香你还没办法测现出来 还有味 味道你还没测现出来 阴神 你没测现出来 我这一说的时候 他没有修过佛 没有读过经 他不懂得这些 我说真有 每一列微尘 每一列原子电子 粒子 它都有色身香味 通通通是活的 没有一样是死的 这是科学家讲 宇宙的奥秘 佛在三千年前 这个大臣经上 讲得非常清楚 非常之多 我们学佛 我们要信佛 就信佛这两个字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我出家 出家两年之后 收戒 收了戒之后 到台中见 李老师 我给你们报告过 他一看到 远远地看到 我的手就指 你要信佛 大神教着